你有想过你口中的好朋友 有没有真的把你当自己人呢 会不会只是你自己浪漫的一厢情愿啊 那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中有哪些行为 才代表他有把你放在自己人小本本里吧 双子有没有把你当自己人 就从他口风紧不紧看出来了 如果不是自己人 上一秒你跟他讲的是 下一秒十个人都知道了 但是双子是很挺朋友的 如果他把你当自己人的话 自己的朋友的秘密绝对不会轻易透露 虽然很爱抬杠 但不少双子对于自己的事也超级避讳的 对于敏感的事呢 他要么打哈哈要么就假装没听见 所以当他哪天愿意正面引起你抛出来的问题 其实你已经突破了这个双重人格小孩的内心了 充雨作其实在自己人面前超级政治不正确的 他们会露出自己最原始的那一面 完全打破他们在大众面前那个小心谨慎完美的仙女形象 帅哥形象 处女的脏只有跟处女够熟的人才会看得到哦 可是这把好友的尺处女座藏得很深 想要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哦 而平常温厚的处女座看到的好友喜欢的东西 不过只是会拍照传给你看哦 甚至直接刷卡买下来送给你 如果一个双鱼座讨厌你 那他可是连招呼都不愿意跟你打 会极尽所能地避开你不跟你碰到面 他们才不是什么到哪里都如鱼得水呢 对双鱼座来说 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舒服自在地跟他交谈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把生人熟人的界限可是画得很清楚哦 一开始可能请谢谢对不起都挂在嘴边 但是变成自己人之后 你就知道他们嘴巴有多坏了 他们的敢爱敢恨 让他们对一段关系的去留是毫不留恋的 可是一旦他认定你了 天蝎座会付出所有 信任你到保险项密码都可以告诉你哦 可能平常零互动 但重要节日你会收到他们的祝福 或者是他白眼都已经翻到快升天了 但是还没有对你发飙 也没有甩门离开 一项精明干练的蝎子在自己人面前反而显得 也有点笨拙的很可爱 如果你眼前的金牛座已经变成脱缰了嘛 愿意在没有任何偶包的情况下 陪你大叫大笑上演人来风的话 恭喜你你已经突破金牛的新榜了 大部分金牛是宁可当一个好人好事代表 送你坐车一定会叮叮你报平安哦 不然他还会哭你 然后走在马路上会护着你走在内侧 这么敦厚稳重的金牛座 如果忽然遇到频率很合的人 他就会像动牛看到红布 马上露出真面目 如同喝了三罐蛮牛一般 精力充沛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天平对不熟的人可以说是躲避球高手哦 好好的招呼你因为他想赶快躲避你 怕麻烦的他们对于别人的请求 能闪就闪 所以当天平自愿担任保姆角色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出去玩会帮你订车票订旅馆联络大家 然后把整个行程优化 还会帮每个人规划最方便的路线 五个人就可能有五个版本 他们虽然很怕麻烦 但他们对自己人是再麻烦都感愿 如果你是巨蟹的自己人 你们的关系就很像黑道老大跟他的亲信 或总统跟他的幕僚 为了瞎挺自己人 巨蟹可以不问是非先保护再说 而信任跟义气就留给他们的VIP 比如很晚还要约他出门 或在他忙的时候硬要打扰他 如果你不是他VIP名单上的议员 他是不会轻易答应你的 但如果你是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摩羯真的动起来的时候 你就该吓到了 因为他们平常是蛮冷淡的 口头慰问多于实际行动 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 是不是没有朋友啊 比如说平常冷冷的 感觉没什么温度的摩羯 却愿意拎着雨骑机车 两小时只为了赞你去考场考试 越用力越表示了他们的诚意哦 又或者他很可能会一边翻白眼 一边帮你收拾善后 你以为他们很僵化 其实碰到意外的时候 他们可是意外的柔软跟灵活哦 狮子重视好朋友的程度是十分夸张的 宠爱你的程度可能连你爸妈都自探不如哦 如果今天狮子在餐饮夜工作 他会不厌其烦的下班后拎着食物到你家 如果他是一个会治疗人的治疗者 他也会在你生病的时候赶到你家帮你治疗哦 虽然外表是一个高的狮子 但真的很希望能够对所有人都很好 尤其是自己的好朋友 真的不要妄想水瓶什么对自己人多好了 他们不会 大部分的水瓶不那么爱回讯息 而越好的朋友说不定是更不爱回讯息 总而言之就是有正经事才会回讯息啦 超级自我又怪到不行的水瓶 会把他们仅存的一点点贴心 都留给自己人了 你可能是他家人少数知道的存在 因为他的朋友说换就换哦 他们是躲到山里用传真机都可以的人哦 狼狼后的射手 有时候看起来就是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但他们通常没有一个是好朋友 如果你一年中可以固定跟射手见上一面 然后互相update最近的近况 或他想爬山会揪你恭喜你 你可以烧香拜佛庆祝你们真的感情很好 射手的个性看似迷糊脱线随心所欲 但他们其实内见严肃的一面哦 所以对于智友他们是非常重承诺的 会记得每个约定 什么都没有忘记这很吓人吧 这样的射手绝对把你放在心上 当下没有兑现 但某年某月你都忘了他还记得 牡羊组有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呢 就看你能踩到他几次地雷而他没有发飙 平常看似理性文静的牡羊 当你踩到线他攻击的火力可是十分猛烈的 但对于重视的人 牡羊组愿意无限次地略过生气的阶段 而且你踩他再多次 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会被动摇 因为他愿意了解你或体谅你 虽然他们讲话可能还是有点火爆浪子 很像在欺负你 但是他们有男子汉女子汉的浪漫 更重要的是你是他自己人 那他也是会不问是非帮你到处打敌人 有母样做朋友当打手 你这一生就安乐 所以群体很重要交朋友很重要 那多一点自己人也很重要咯 好好学习交朋友吧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